我现在目前的位置是在台东高商 今天在台东高商有超过200位的同学 他们自动自发地回到学校来 来做灾后的一个校园的清理工作 当然现在正好是午餐休息的时间 其实我们透过镜头也可以 随着我们镜头来看 现在有很多同学正在吃午餐 同时他们也在和前来协助的国军官兵 一起合影留念 当然来讲的话 今天的午餐是由我们此季的志工所准备的 希望这些同学们在一天的一个上午的 一个体力劳动之后 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一餐 来补充他们的体力 当然在今天的同学们自发回到校园的活动当中 其实最令人感到感动的 是有很多从台东高商毕业的 这些学长学姐们又自发的回来和自己的这些学弟学妹们一起并肩作战 我们来听听看学弟学妹们对学长们的感言 好啊 然后觉得很感动啊 大家都会回来帮忙 好的 那么其实透过镜头也可以看到 同学们是一次排开在老师的这个统一的口令之下呢 然后蹲着整理这个操场上的草皮 为什么要整理草皮呢 主要是因为在风灾的时候呢 有很多教室的玻璃呢都被吹破了 也吹裂了 甚至呢有一些玻璃碎片呢飞到草皮上去 那学校呢是考虑到说操场呢是同学们们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场所 因此呢特别用这样比较细致的方式呢来整理操场 然后保持保证学生们以后在操场上活动的一个安全 而在另外一方面呢所谓大灾之后呢必有大碍的呈现 一方面呢是所谓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那么今天呢在台南县的公务局呢也出动了重型的机械来到学校这边来支援 像是被风吹断的这些数字啊 那工作人员呢就是拿起这个电锯呢把这些断支 做一个修平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也确保说这些断支呢不会因为后续的一些强风呢 然后砸下来砸伤了同学 同时国局呢也持续的进行了这个救援的行动 今天呢在台东指挥部派了20名的官兵 前来清运大型的废弃物 那么像是被风吹坏的这些铁皮呢 那这些都是由我们国局弟兄呢来负责清运的 当然呢在慈激基金会这边呢也有志工前来协助 那同时呢也提供了这个助学金来鼓励同学们能够自助自立 并且呢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然后可以协助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呢 能够在心里面得到一些抚慰 那么以上呢是在台东高商最新的情况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好谢谢道顺以及原集在台东现场的连线 我们看到呢在学校不只是在校生 还有毕业的校友全都回来清理校园了 而慈激发放助学金鼓励同学自己学校自己救 这次也启动了以供代赦的代赦金并不是工资 而也是一种鼓励跟祝福 希望相亲透过团结的力量 人人发挥互助的精神互相帮忙 快速重建家园